我們15分鐘 我們接下來的講者 第二位就是袁業輝博士 袁博士就是香港教育學院 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的副教授 袁教授從事跨文化 跨境學童和來學新來港學童的一些研究已經很多年了 近年就開始多些關注 非華語 南亞裔學童的一些香港學習情況 也出版了很多書籍和不同的文章 我們就請袁博士和我們分享 謝謝 OK 我多謝Donkey 因為他設了我的三個 其實是一個很難的task 放心 我這次會很快 準時的希望 我初頭那幾張的slide 都是一些比較基本的情況 其實想大家想一想 從政策角度去看 有什麼原因令到這一個在最低學前教育 以及上去小學 去到初中高中加上專上學院教育的 有什麼比例 這麼不同的呢 就是傾斜的現象呢 我想這裏 我想看一看 可能剛才Fermy說的時候 大家都有一些understanding 不過這裏就提供了少許的一些figures 因為我覺得如果摸一些數字 大家很難掌握的 其實我也有一個table 這個其中一個可以反思的情況 另外我一定是在提供中文作為定義語言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這裏來說 也要看回其實2008年 教育局也有一個非環語的課程補充指引 到底能否達到他預期的目標 是不是在前線來做一個很有效的呢 這個也是我們要去反思的其中一個問題 接著就是學習中文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這個就是班門洞府 我就提供了一些有關相關的研究 我發覺就是說雖然頭腦上 好像Jackie那樣說 是很明白中文給他們在香港這個社會的融入 和他們的出路學習上面是非常非常之重要 我想這個不需要再強調 因為大家很清晰這個問題 但是在現實上卻是有很大的落差 為什麼呢 我想我們中國人都明白知義行難 剛才其實我們都在說一下 我們都知道學英文很重要 學好英文很重要 大家都很愛愛 Jackie的英文很好 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 很厲害 但是他所羨慕我們的 偏偏是我們羨慕他的 我們可能是一個共贏的局面 不是說大家都在羨慕對方 我認為這也是一個思考的 為什麼有些藍化學生有這種的落差呢 在簡單的時候 其實FIRM也在說一下 我們都說一些家長 或者學生的動機 又或者我們剛才聽到奇教授說 一些策略上面 方法上面 或掌握等等的問題 不過這個是一籃子比較複雜的問題 我剛才在短短的幾十分鐘的思考當中 一邊聽一些港者的說話當中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一定要在這個局面當中困受鬥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有一個出路的 就是我今天希望能夠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 就是講起一些機制上面的評估 以及認可性 其實在缺乏一個一致性 或者中央化的一個標準當中 常常產生A的院校 就承認這個grade 但是B的院校卻是不承認 政府又有另外一套 那就很困難了 也很困擾 這個也是想法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對於一些非環語的學生來說 是不是一個很公平的處境呢 還是我們政策上的矮化了他們 另外一件事就是 不單止這一班非環語的學生 有這樣的處境 對我們整體的香港的發展 是否是最好呢 你說剛才講了一些例子 有些在另外一方面 法律也好 或者在那個Hotel Management也好 他很出色的 但是就因為是中文的緣故 是跨著了他們的出路 而且他對這個社會的認同感 參與感 而影響了他對社會的怨氣 而受到社會上有磨繫之外 也有很多失敗的例子 那這個是否我們香港的故事 或者是我們願意知道 或者是藝人下去的情況 我想這個也都希望大家可以探討一下 對不起 我現在看到有一些參與者 其實是非華語的人士 我用這個power corner 就用了中文 對不起 同樣地 如果我用了英文 有些英文不是太好的華語人 你都有一個限制 所以我都要鼓勵 講一下這些 另外一個就是理據 其實我是翻門動府 用樂會做了很多 其實我也很難說 在這方面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不過總有一些思考上的東西 從教育 因為我做教育 從一個角度去想 那我覺得就是 如果政府要做12年的教育 或者是強力的教育 甚至現在很多的倡議是15年 就是最近的 你知道一財政預算出來之後 就很多人說 為何政府不有決心 推行15年的免費教育呢 那在這個這麼大的資源投入當中 我們都問 那究竟政府公帑搞的一些教育呢 其實他的真正的目標 政策上想達到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要每個同學都能夠 在社會上成功呢 中國人就有一句的言語 就說失敗乃是成功之母 當我是個小學生的時候 我聽的 但是呢 我又覺得呢 我經常跟我這個老師說 我這個同學說 我就覺得 其實成功才是成功之母 因為照顧個別差異或者軟大的當中呢 他常常都沒有動力的 就沒有發覺 那所以我就說呢 你無論怎樣都讓他有些incentive 都能夠成功 是吧 剛才都講了一個例子 讓他知道呢 我原來是有路走的 還有可以呢 是更上一層了 那我所以就覺得呢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樣東西就是說呢 如果要用工廠納稅 去搞的教育呢 我就希望這個教育呢 能夠令到每一個的同學呢 都在社會上有一個的肯定 還有定義 那如果不是呢 有大堆的失敗者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這樣的教育呢 其實就是勞而無功 就是這個是一個的大前提 那個情況 那如果你中文不作為第二語言呢 我就不是說定做它不用讀 而是說呢 因為中央化之後呢 就會有一個呢 比較系統化的支援 那這個呢 之後我會再 那兩章會再講 那所以這個是那個情況 那究竟這裡呢 非華語學生中文語言能力 都作一個劃一的要求 就是所有人啊 無論你肥 都在肥瘦 穿同一個size的衣服 我們經常都會講的 那這個時候 那究竟這個是一個阻力呢 還是助力呢 對於我們的非華語學生 或者在不同的群體當中 其實中國人的有些中文都很弱的 我想說 都不只是非華語 所以我希望呢 不是香港人的一些 一些的 我們的輪舍 都知道呢 其實呢 學中文這個困難的情況 不是你們的答案 來的 其實我們都面對很大的困難 那另外一樣東西就是說呢 如果 為什麼一定要推這些東西呢 那我明白呢 其實中文就不一定是他們的second language 是吧 其實是additional language 那在外國來說 其實呢 是EAL 英文是additional language 因為對他們說的是第三、第四 不過呢 我想在一個學術討論上面來講 或者是那個研究來講 其實呢 作為一個外語 去看回內地 叫外語去看回 那這個角度去看 第一 要有一個的 是資歷的認可 其實資歷的認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我們滾工 就不需要每個人拿一張sars 出來啦 其實原來在哪間大樓出來呢 你代表哪間機構出來講話呢 人家對你的評估都不同的 我一直都不知道原來呢 代表香港IA很差一點的 那就是你明白的 即是有些同學都會說 喂 行不行的 吃不吃認啊 那樣的 其實最近的 其實上個月的 就是我有一個畢業生的 他問我 喂 董哥醫院 我拿這個出來呢 究竟行不行的 成不承認我香港IA那樣東西的 是差才進來的 那我跟他說 喂 其實如果你不小看自己 沒有人會小看你 但是 那些社會的perception 大家不用騙大家 很清楚 那所以我覺得 應該要有一個認可的資歷 剛才就講的 避免呢 校會課程 加加研告出來 都不承認的 死定了 不能夠呢 是互通的 這個就是處境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呢 接受本港大專教育的機會 我很相信呢 當我們每年去審閱 那些的申請者的時候呢 進來讀書的時候呢 我們都看一下 他究竟拿到約級 或者有沒有exemption的情況呢 都會看一下 他的情況 如何 那這個很自然的情況 那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提升社經利位 改善家境貧窮 其實 瓜帶貧窮呢 不只是親外網 或者是一些低收入家庭呢 在深水埗啊 天爵圍啊 那些的地方呢 才會發生的 其實南亞的學生呢 那個跨境呢 不就是跨待貧窮的情況呢 都很普遍啊 但我不捨跨待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呢 那個critical mask呢 未夠呢 是深外國的情況呢 更加明顯 所以我改了 就是說呢 他家境貧窮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現實 不過他面對家境貧窮的 那個的reaction 和中國華人的reaction 是有差異的 那所以我在這裏來說 我覺得 他那個的表達方式 不是說我只是 都見什麼報紙 那樣的頭條 但是呢 這件事卻是 不是很多時候 被我們注意在那裏 關注在那裏 但我值得去留意的 所以我就提出一個 雙贏的貧窮 那我覺得這個呢 是非常重要 我想說就是說呢 其實世界兒童公約的精神呢 在教會的角度來說 我們是應該 令到每一個的同學 都能夠成功的 還有是用最好的方法 最適合他的方法 最適合他的方法 是縮減 縮渣 那個的成效 那個的距離 其實呢 我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華語也好 非華語也好 在中文上的表現呢 那個參資情況呢 是一個現實 正如我們的中國人 學英文 或者學其他的語文一樣 不過如果是因為 那個的教育制度下 令到他那個的成就 那個的差距呢 是大 不是縮小的話 是我們值得去思考的 OK 這個就是我覺得這個重要 還有公民身份 我想這個呢 也是一個很大的議題呢 是值得去想 政策的配合 那麼我覺得這個就是 第一 我是主張呢 是成立一個過程發展中心的 如果沒有一個比較 是指定的 一個這樣的中心 是跨不同部門 和不同的階層的呢 其實很難做到事情出來的 我們可以有很多校門支援 給那些淺學校去發展 或者是找一些老師 空幫也好 涉潭也好 等等的 但是你看到那個成效 不是很強的 就是因為沒有一個中央化 中央化是令到那個 學校的重視程度 和那個認真性 和社會人士 對這個政策的認同性 是差很遠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還有一件事就是 那個成效指標 那個indicator 其實有效的學校 什麼叫做effective school呢 那其實這個 一定是要有一個客觀的指標的 我不可以說 在我學校來說 他已經下A了 去到那學校就說 你C還沒那麼差 那我覺得這個呢 是要有一個 科研的結合 不是一陣子的大專界 所以要找評寡研究 但我覺得不講研究 不講系統化的 一個的平衡 和他的思考 只可以說 在記者面前說幾句而已 那那個呢 就講完之後就講完了 但我覺得應該有一個理據 是比較重要一些 那這個 這就是我的同事 多個關鍵都會講一下 我喜歡培訓那裏 那另外就是 現在時間關係 我都focus多一點 那另外呢 就是 那個研究基金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要有人相信 香港這一種做法 其實那個配號 或者那個情況 是其實合理的 那另外一件事是可信的 那你怎麼做呢 那一定是evidence based 就是什麼都在說 是要有一個的資料去back up 如果不是 是很難的 還有這個課題其實 是有一些 是比較 是寬一點的層次的東西 如果多一些的研究者 在這方面 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探討 然後成為一個平台 又結合了不同的前線的老師 背後一些 是那個的 專人員那個的配合 我想這個是重要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跨地面 其實這個 這個不僅是香港人 面對特有的 一個的政策的問題來的 我覺得你去東南亞國家 你去新加坡馬人西亞 其實他們面對那個 的avisity 或者是那個 的avisity 是很厲害的 他怎麼去group呢 那怎麼做呢 你知道是 在新加坡其實有 Wonder tongue 就是學校裡面 其實呢 他會看回他自己本身 雖然呢 他會有 Malay是他們那個 Official language 但是他也會 找回他Wonder tongue 去educate 那這些是應該有些 跨地面的合作和比較 教育合作大家都明白了 跨一下就行了 但是這個情況呢 究竟怎麼去做 就不是三年兩月 每人出來講十幾分鐘 就可以解決問題 不可能的 因為我相信呢 在教育局也有很多 很有心的同事呢 很想有一個出門 我們知道平基會呢 在那個政策上面呢 他們都很想做一個 是合理 又是win-win的情況 但是我相信呢 是這樣 搞這些研討會呢 只可以造成呢 是即時的那種的情緒 或者那種的熱誠 但是怎麼能夠落實 去做到那樣東西呢 我覺得是需要一個 深層的一個做法 那監管呢 因為其實在這個成立基金 或者是研究 在教學上 或者是將這個呢 純規化的時候呢 也都需要呢 是有效的監管 是否那個indicators 其實不單在香港 可以recognize這個 就算GSE那樣 去到其他的地方 他都會呢 是認可的呢 那我總是資歷認可 這個和呢 如何監管 而成為呢 有ability 這個東西 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OK好 我想就 多謝大家 今天就好了